今天的话题讲的是肋风湿性关节炎 通过中药外服务来解决 首先这个肋风湿和风湿不太一样 一、风湿 不一样,大关节、小关节都能得 而且如果是风湿引起的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 很少出现关节的变形与出现关节的残疾 二、肋风湿 目前西方的医学解释是这个病是一种自身的免疫性疾病 肋风湿伤害到这个关节儿了,分几个阶段啊 早期伤害是小关节儿 手指的关节、支架的关节或者腕关节 或者脚趾的关节、脚踝的关节出现的滑囊炎 出现在膝关节、肘关节概率小 而且肋风湿出现往往是对称的 左边有、右边也有 但是轻重程度不见得都一样 肋风湿前期仅仅是这个滑膜炎 这个手指头有点而僵硬 有点肿胀、有点疼痛 那在发展的话 这关节滑膜不断的恶化 就会导致关节僵硬甚至疼痛到一定程度 这个关节就开始畸形了 就影响正常功能 关节就动不了 肋风湿容易诊断 但是不好治疗 尤其肋风湿的早期表现就是沉浆 早上起来了 关节僵硬 你僵硬10分8分半小时就缓解了 问题不大 可能是压麻了 但如果关节的沉浆现象超过一小时了 到医院去看了时有八九 就是肋风湿 肋风湿西医治疗 西医对这个肋风湿的治疗 基本上就这么几个套路啊 先上来是肺灾体类抗炎药 然后用抗风湿药、化药 再用激素但却治不好 最多是控制缓解 然后激素对身体有伤害的 中医制法 首先中医里别没有肋风湿这个病 没有这个名额啊 中医呢 把风湿肋风问题归纳倒闭症 就是风寒湿蟹引起的 较久病入落成瘀 经禄于呢 出现疼痛 出现了关节功能障碍 治疗类风湿外敷的方法 楚方 海童皮 申金草 透骨草 追地风 贵枝 桑枝 麻黄 桃仁 红花 治乳香 治末药 当归 穿胸 生穿污 细心 生草污以上这些药各15克 威灵仙 穿胶各30克 落得打 穿虚断各20克 还想介绍一个药啊 就是这个落得打这个药可能大家没听过 这个药还有一个名叫做积雪草 用法把这些药碾成细末儿 别太粗了 装到一个布口袋里边 然后这个药给它放到蒸锅里面去蒸15分钟 20都行 给热透了 然后就热敷 哪个关节哪个地方不舒服 肿胀 疼痛 僵硬 麻木 屈身不利就在哪个关节就外敷 一般来讲 外敷一次的话 20分钟到半小时就可以 你可以隔着毛巾热敷 两层一层三层 你自己看着办 别烫着 一天外敷两三次都行 外敷完之后注意避风 一般来讲 这个一包药可以用三天左右 效果90%有效果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